我妈就说 这个演艺圈不能进啊 太危险了 你可能明天就失身了 为什么一直到现在都单身吗 我说第一个就是 很正常的就是缘分 因为其实你有的时候 有缘没分 所以就是可能会交朋友啦 但是我自己常常觉得就是 我其实也不是那么难看 对不对 然后我也各方面都蛮正常的 然后我其实我也可以 赚点钱也很有趣 对不对 然后我又不管男朋友 我其实是一个极度信任的人 所以男人为什么没看上我呢 都瞎了嘛 我不是一个适合婚姻 适合家庭的人 而且我会觉得说 太对不起这个爱我的男生 从年轻的时候就很独立 哪里都不怕 我觉得我是 因为我自己爸爸妈妈是老师 那我们家三个女儿 那我爸爸 我不知道我有没有问过他说 你有没有遗憾 说你要不要一个儿子 但是我就是儿子那样的养 所以我从小就还蛮捣蛋的 然后不太会念书 但我姐姐非常优秀 所以这样的你知道就 通常每个家人都会有这样的一个对比 对 那就搞得我要自立自强 我就是不听话 后来就开始环游世界 到加拿大念书完以后就想 应该要做点什么事 那什么事情是可以让我可以脱离掌控 但是又可以环游世界 所以就回来就是先考上国泰航空 我是弟姐 不是空姐 那个我家训是空姐 然后后来就考上了世界真奇妙 后来的绕地球跑 所以那时候其实听说爸爸妈妈是反对你进 这个传播圈的 对啊 因为那个时候我考上那个国泰航空的时候 我是我家住桃园 然后我爸爸妈妈在桃园农校教书 然后两个都是教了四十年以上 那当时我就选择在桃园就是机场 然后每天就开一个小车去上班 那我妈爸爸也觉得说 哎呀这个是贝斯在香港嘛 然后还算是蛮正当的一个 这个活动 很好的职业啊 还不错的职业 然后薪水也还可以 后来一听说就是我的同事帮我报考 然后我竟然要去面试的时候 我妈就哭了 我妈就跟我讲 哭啦 有这么严重吗 我妈哭啊 然后我还记得 那个就是家庭开会的时候 就是几个人开会 然后我姐姐很早就到美国去了 然后我妈就说 这个演艺圈不能进啊 太危险了 你可能明天就失身了 你们好可爱 我心里在想说 我妈你也太抬及你的女儿了 你女儿长这样 就是我其实是 第一个是我爸爸说 你不用太担心 他爱慰我妈 他说他考不上了 你看他个人那么小 长得又不好 然后其实就是 还算小精灵啦 就这样子 就是还算这个就是 能干一点 那其他的别人 你看那个时候的主持人 什么白嘉丽啊 然后什么就是张晓燕啊什么 就是都各个都是极端优秀的 然后我们凭什么 又是素人 然后我们在前面两个主持人 就是梁吕珠跟柯之仁 第一年就拿到金钟奖 对 对所以那个时候我爸就说 他考不上你就让他去考吧 就没有想到 哦就是贝曲 我也差那么一点点就考上了 对 那贝曲后来怎么变成 这个正式主持人 他就不知道那个制作人是怎样 就是看上了谢家勋 跟另外一个美国回来的 一个就是很优秀的博士 那时候后来就是嘉勋 我记得他应该是到印度去出外 第一场的时候 然后这个主持人就跑到西班牙 西班牙有斗牛节 然后就是会放一堆小牛出来 跟大家一起斗一斗 然后结果导演就让他下去斗 其实是一定 就是游客都会这样玩 然后他就是你 他后面追你就跑 但是小牛才长一点点脚 没有太大的危险 然后旁边有篱笆你可以翻 结果我们那个主持人 就不小心被撞到了 然后但是导演当时你知道 绕地球跑一向的作为 就是不顾主持人生死 那个年代你也不敢告他 继续拍 对他就一直拍 然后拍完了以后 然后持续了几天的这个行程 回到台湾以后呢 这个主持人就 因为他是美国人 他很重视这个人权 然后他就跟公司讲说 你当时没有带我去医院 然后你又不保护我 然后你还继续拍 所以我要告你 然后要告公司的时候 那公司就拍 还诊断回来都不能用啊 然后当时呢就决定 那个时候第一集的成本 就很高了 对 然后他们就决定要 就是我换主持人 然后我是第一个被取嘛 但是我被取的时候 我就跟他讲说 你不要看我长得不怎样 然后我说你也不要看我 其实个小小 但是我有航空公司的背景 我是所有的人跟我都很熟啊 机场里里外外我都熟 你行李超重我来 然后你要飞机我来 你要干什么我来 然后我就讲了一大堆 他还是没录取我嘛 但是现在后来发现就是 我还是不错吃苦耐劳的 对 这是因为那个人受伤了 对 今天才知道原来这个绕着地球跑 有这个黑暗 我也不知道 爱的黑暗 所以我就跟大家讲 我说你们不要再叫我吃牛肉 我不吃牛肉 因为我感恩那只小牛 后来果然这个非常称职的主持人 你常常去旅行 三行旅行路线跟这个嘉勋姐不一样 听到你是地狱级的 每一次都是要命行程 我其实嘉勋听到这个 应该会不高兴 因为他也去了很多落后的地方 但是我觉得因为其实这个跟形象有关系了 当时他觉得两个人的成本比较高 所以我们每个人是会带一对 但是每一次出去都是只有四个人 然后一次出去大概要四十天左右 一个导演 一个摄影师 一个摄影助理 还有一个就是主持人 那这个主持人是要通包的 就包括这个就是所有的行程的安排 翻译整理 叫早请吃早饭 然后安排这个就是车子跟每一段行程跟飞机 突发情况也是你在对啊 但是因为那三个人其实平常来讲 不讲英文的嘛 所以你到了这些地方以后 就必须你要做保姆做的事 就是这样 所以他们都是我带大的 所以以前上以前的外景节目的话 主持人就是要同包好多事情 同包 我们叫KoKoKo那一个 而且每次出去四十天 四十天啊 而且没有礼拜六没有礼拜天 每天都要拍日出 我也不知道他拍那么多日出干什么 对啊 我说你倒着放就好了 日出就是日落 日落就是日出 因为我记得他们那时候 每次就是出外景回来的时候 那个制作人就会发通告叫我们去采访 因为他们通常都不在 他很小的时候就跑我们节目 然后他们每次回来的时候 就会特别安排 就是两个人在的时间计诊会 所以我印象很深刻 然后就我觉得一直长年以来 都是这么短的头发 就是后来啊 没有都没有长发 因为他都去那种没有人的地方 我其实去某些地方 是大概要七天十天 我没有地方洗澡 然后我没有地方洗头发 然后那时候我还近视眼 我大概有两百五十度近视 后来我发现出几次外景这样不行 你知道 然后我就把那个眼睛去雷射了 然后我的运气很好 碰一个很好的医生 到现在都OK 但是你就知道不能够洗澡 然后不能够那个就是就是换洗啊 然后你要常常跟一堆土人住在一起的时候 你会觉得就是很紧张 尤其是全部都男人 只有你一个女生 还好我长得不男不女 你知道吗 比较没有危险 所以你是人生很难得很棒的经历 我也觉得我现在一点都不后悔 好羡慕你啊 那时候遇到你觉得最恐怖的事情是什么 有没有很惊醒 那可多了 我记得我有一次去那个巴布亚新吉内亚 然后就是一个一堆就是老先生老太太 他们是不穿上衣的 然后男生就是拿一个葫芦瓜 就到这边吧 就是你有多长你就切多长当那个 那我记得那一次的时候就是他来抢婚 然后就是他一个一个男的五六十岁啊 但是他可以选他村子里面的任何的女生 然后就我们因为去采访 我也就坐在那个圈圈里面 他选你啊 对啊 但是我有穿衣服啊 然后我也是短头发 然后他就往我身上套了一个猪牙的项链 一个贝壳加一个猪牙 我们受到的教育是别人送给你 你要感谢吗 然后就谢谢谢谢 后来又来了一个老头 然后又套了一个 而且他们因为都不刷牙 然后又抽那个土烟 所以那个牙齿都这样黑黑的 然后就是脸上还画了很多颜色 然后他们的果鸟是天堂鸟 然后还会带那种各种颜色的毛 那我们那时候就觉得 那这么客气又来一串 这么客气又来 后来四串 然后结果后来这个导游就说 你不能再收了 你要答应嫁给他你才可以收 我说那现在也不能还了 就他们四个人 因为从来没有看过拍摄这件事情 也不知道摄影师怎么回事 所以就一个拉手一个拉脚 然后一个就是东扯西扯 我跟你讲 那个扯的力道真的是要分尸 拉着你啊 拉我啊 四个人都拉着你 因为你都接受了 到底谁先呢 对啊 后来我就记得我们导演跟摄影师 然后就把我们带去的泡面 然后摄影师的功夫鞋 然后一个台湾的国际 就各式各样东西 拿去跟他们换 才帮我熟回来 然后我还记得就是 反正各种状况 你看像这个 这张我就不晓得是 你们小时候有没有看过 那个利苏的上帝 有没有 然后这个是利苏 就本尊 然后他就是 他很可爱 然后他就是 当时就硬交 我们去采访他 然后他就是为了 要招待我们 就是让我们了解 他的生活细性 所以他带我们去打猎 然后我还记得 他们的打猎的方法很好玩 就是用一个竹签 然后从草上面磨了一种 各种各式各样的毒药 要去吹剑 吹那个羊 或吹猎物 就他找了很久 终于找到一只 残废残废的羊 然后他就 这样吹 吹了很多次 都没有吹到 终于好不容易吹到了以后 那个药性很弱 然后 羊还马上醒过来 他就 羊就跑啊 然后我们就后面追啊 然后就所有的人 跟着那一只羊 大概我觉得 大概有跑了半天左右 那个羊 跑半天 然后我们就觉得 要吃一顿饭好难哦 终于那个羊昏倒了以后 然后他们就就地 羊现在跑累了 对 挖了一个坑 而且他们全家族 这个全家族 全家族都陪着我们 就把那个羊 就就地分尸 然后就开始生活 但是我记得呢 他就是对我特别好 然后他给了我一个 羊的眼睛 他说 这是给贵宾的 然后我就一直 很紧张 然后一直抖 因为我觉得 第一个太恶了 然后第二个 他们不喜的 你知道 他就是连毛 连内脏连什么东西 挖出去就烤了 所以他给你的东西 其实是不熟的 对 然后我就 但是一定要拍啊 然后我就抱着 他的那个小儿子 其中一个小儿子 在这里吧 就这个 然后我就跟他讲说 那个 我就跟他讲说 来 阿姨最爱你了 去 所以你没有吃 没有吃 两个眼睛都给他了 但是我觉得 就是出外景的时候 会有各种各种的 这个不断的成长 跟不断的这种旅行 这是在密鲁 安地斯山脉的洛马 最近不是说洛马可以 它的那个某一种基因 可以帮我们的这个疫情 就是可以这样 对 有一个 所以要多亲近洛马 然后这个就是 就他们后来长得草泥马 对 对 然后干嘛叫人家草泥马 然后这个也是 就是当时我们去探访 密鲁人的时候 然后他们的个子都小小的 我已经够小了 我猜大概161 然后他们就比我还小 我还记得我们去那个 迪迪克克湖 然后他们就说 去湖中去感受一下 那个时候他们去 用芦苇边的船 我不知道大家都知道 他们有那个福岛 就是芦苇做的岛 然后上面可以种田 可以养鸡 可以养鸭 然后这个岛上面 就是它可以用芦苇边船 然后你坐上去 结果我发现 为什么我们划到 很大的迪迪克克湖 就看不到边际 像大海一样 然后这个就是密鲁人 小密小鲁人 他们就戴那种毛线帽 他就一直用毛线帽去沾水 然后就往外面挤 我们在想是怎么回事 他就说船漏了 然后但是两艘小船 一艘是我 一艘是摄影师 然后因为他都很小小的 他载不了很多人 然后我们也看不到 任何的救难人员 反正就决定 就是你问我 你会不会游泳 你会不会游泳 然后他就觉得 永远游不到岸边那样 但是他们真的就 这个就是完全除遍不禁 就一直在弄水 反正就是我们也平安地回来了 以前是40天 回来就是剪照的 所以那个时候没有大哥大 没有电脑 然后没有GPS 也没有网顾 很想象 惊险实况的时候 你连SOS都没有办法 真的 对那天我还跟导演讲说 我有一次去采访的时候 好像是去土耳其 然后那个导演就说 因为我们看到什么拍什么 如果有大白杀就拍大白杀 如果有星星就拍星星这样 不是先跑啊 看到大白杀 有可能啊 我跟你说 就是各种状况都会有 就有一天我们就是 在那个土耳其的路上 然后碰到有一个人呢 然后他就是牵了一只大灰熊 然后应该是去市集上表演的 然后我还记得灰熊穿了一件 红色的那个毛衣 然后导演就是很 我们导演其实就是很狠的那种 你在看哦 你知道我在说你哦 哈哈哈哈 然后就是很不人性的 然后他就当时他就叫我说 你出去跟他互动一下 就简单讲互动一下 给你熊互动 你知道我站到那个熊那边的时候 我才到他下巴 然后他有这么大一只 然后但是因为他是受过训练的 可是他的主人在他脖子上 拴了一个链子在山地上走 你是真的站过去啊 我就走过去了 他因为摄影师就在背后 然后那个时候我们也不懂啊 就觉得什么都要拍嘛 那个时候如果说可以拍到 回来可以发新闻给你们 那我们就是一切的努力都值得 就没有想到那个熊 一见面的招呼就是哇 啪一枕 然后我就这边就五条 血痕 而且他就抱着我 你知道他怕有多重 他这样抱着我 我就那时候就在想说 好 这下我还是要抓你啊 我觉得他想表示亲近 但他一定是没有轻重了 反正那个劫难也是过了 哇 其实呢 在台湾一直有个人在等你回来 有吗 哈哈哈哈 你就这样忘了他了 谁谁谁我妈 哈哈哈哈 没有 其实真的很多人问我说 为什么一直到现在都单身吗 我说第一个就是 很正常的就是缘分 因为其实你有的时候有缘没分 所以就是可能会交交朋友啦 但是我自己常常觉得就是 我其实也不是那么难看 对不对 然后我也各方面都蛮正常的 对啊 然后我其实我也可以赚点钱 很有趣 对啊 对不对 然后我又不管男朋友 我其实是一个极度信任的人 所以男人为什么没看上我呢 都瞎了嘛 哈哈哈哈 那那个意思等你的人呢 你这不给他机会 曾经有啦 就是我第一个先说 这个男朋友呢 比我小一些 然后他其实跟我们家有一些交情 但是我希望他不要再看这个节目 因为人家现在有家 有孩子跟外面都很幸福啊 但是我还是很感恩这样的一个 一个感情的存在哦 那当时其实我 我就是一直在主持要地球跑 可是他们从来没有发现过之后 我的绯闻啊什么事情 因为我基本上是一个比较保守的人 但是当时我就觉得 如果谈恋爱这件事情会影响我的工作 应该就不要吧 但是这个男生呢 他其实是很体贴的 然后很有心 就是我每一次出国到 比如说到很远的地方好了 到什么欧洲啊 到芬兰到什么地方 然后我进了旅馆的时候呢 那个早期没有大哥大 你是打不到的 然后其实都要打岳阳电话 你也不见得会打得到 就是很很这个 很费工了 所以我到那个时候 我就会发现柜台就有我一束花 然后那个时候可以岳阳订花 你知道吗 然后就是会 他会给我一张传真纸 然后上面会有一些 就是很贴心的小图案什么什么 然后就是你到了吗 然后我当时 其实你知道我的心里 会有一些感动 可是我也会觉得 好肉麻 因为你知道我一check in的时候 然后我的同事都会在 然后一在的时候 就是你还都很邋遢的 搬着行李的时候 人家突然交给你一束花 然后人家全世界都知道 你在谈恋爱这种事情 对我这种天蝎座 然后事业心很强 然后很要强的人 我会觉得挺别扭的 如果是你 你不会吗 对 我觉得方继维也是这样的人 我会觉得好窝心 真的 很温暖 在异象 收到一个熟悉的人送你一束花 对 但是我现在想想其实真的是非常值得珍惜的 然后后来我回来跟他讲 不准再送了 就不送不送了 对省点钱 那就是后来我发现 其实因为我们的工作 第一个就是主持了没多久以后 因为我们每一年的入位金钟 入位了大概十年十一年 然后才得了一年 对然后就得了金钟奖以后 其实我觉得自己本身的这个责任 还有各方面的这些都特别要再加强 尤其是我们社会教育节目主持人 然后你就会觉得 爸爸妈妈也会很在意你的这些事情 对 那后来我就觉得说 一定一切都要以荣耀父母为原则 那感情的这些事情就可以慢一点 但是 就谈恋爱谈了大概有七八年的时间 然后就 对 但是相处就已经像家人这样 然后对我爸爸妈妈各方面都很好 我也很感恩 可是谈到说 如果一旦有一天要结婚了 那我必须要放弃我的最喜欢的旅行 他希望你放弃工作吗 他没有要求 可是我自己觉得我是一个有良心的人 就是我要是结了婚 然后我可能不能好好地照顾他 他的家人 或者是我们未来有孩子 然后我自己又是一个 就是那种神经紧张型的人 大家可能看不出来 我一直到现在都已经吃了三十年的 这个安眠药才能睡觉 因为我们出去的外景太紧张了 那像我妹妹生了小孩以后 就是我每个星期一会帮他带一天 我看他的时候 我就是不能睡觉 我就24小时这样盯着他 因为我怕他婴儿猝死 翻身摔下床叠死 然后洗澡的时候淹死 然后我就有各种的紧张 然后那个丛林恐惧症还在 台湾很安全没事的 行 还会地震 所以我就是要这样看着这个小孩 然后等他妈把他接走了以后 我才能放松 所以我就自己觉得 我不是一个适合婚姻 适合家庭的人 而且我会觉得说太对不起这个爱我的男生 就是因为我们常常在外面吗 然后他有的时候他会四十天 如果是你 你的女朋友跟三个男人在一起 然后他偶尔打电话到你的房间 你不在 已经晚上十点十一点 然后他就会告诉你说 你去哪了 我们就说我在导演房间 不得了 在导演房间 为什么 因为我们早上五点钟就起来拍日出 晚上然后要拍夜生活 然后以前是Beta Cam的大机器 然后袋子就一卷一卷地换 所以你很怕万一要是没拍到 你要重拍 因为你明天后天的飞机就走了 所以你一定要拍到 那我们经常就是睡得没有比肖强多 六个小时不到觉 其实一些东西都是让他觉得受不了的地方 对 然后他会觉得 是在他跟工作之间选择工作吗 我觉得其实这个事情真的不能怪他 然后这个事情就是 第一个是我们的工作性质是这样 然后如果是你的话 其实是我 他如果天经跟三个女生在一起 我觉得半个月一个月 因为也出事了吧 对不对 所以那我自己觉得我是一个 就是自我要求的人 可是我会觉得长时间这样 对人家是一个精神的折磨 后来交往了一段时间以后 终究是觉得要稳定下来 然后会愿意 问愿不愿意要结婚这样的 然后我当然就 我其实也没有太深刻的考虑 我就直接说 不行 这件事情 那他等你七八年了 对 然后我觉得非常对不起他的是 因为他一定有生孩子的压力 就是家里会等待这样子 那我就觉得我已经耽误人家很多青春 对 还有一点 你跟他不牵手 不拥抱 让他对你不太满意 这一点 我不知道是不是因为 大家以前都叫我男人婆 然后是我男人婆的那种习性 我觉得说其实我们两个好 就是我们自己知道 如果我跟不熟的人 其实我可以嘻嘻哈哈的 然后抱一下抱一下的 那如果我真的跟你有感情的时候 我觉得其实不要昭告天下 就是走路逛马路的时候 你要扭个马花 然后你缠我 我缠你 我就觉得全身不自在 就是说在人前不牵手 可是如果你的男朋友 想要跟你逛个街或看个电影的时候 他想搂你一下牵个手 这也蛮正常的吧 你会拒绝他 对 我就觉得不行 因为我是公众人物 然后大家都会看我 他没有狗仔吧 没有狗仔 我们说已经有了 没有狗仔 但是通常来讲 我觉得工作人物会有个障碍 就是因为你走在路上 旁边的人都会看你 然后或者是缺缺私欲 你看看李秀苑 然后这个时候我想他会有心理障碍 对不对 而且我听到人家对他有影响 可是一般不在这个圈内的人 他可能没办法理解这一点 他会觉得 他已经有男人全赶了 然后这个出来 难得在台湾的时候 又不能够牵手拥抱 对 而且我有很多男性的朋友 就是兄弟们 就包括摄影师这些 然后包括我还有一些年纪 比较长一点的 然后我们见面以后就是欧式礼仪 就是大家都会绯闻上说那种 就是我们会抱一下 好久没见 很正常嘛 你也会嘛 对不对 但是不行 他就说 为什么你跟那么多男人 可以在这种场合上拥抱 人家会误会的 他会觉得你对他有意思 但我觉得他这样讲也没错 可是我改不了 对 你私底下 我们给他大大的拥抱 报警处理一下 但是他觉得不稀罕 在家里报警处理 不要在意外面 他希望你们 他希望你公开关心 其实他是 我觉得男生有的时候 会希望你认证他 对 再加上在某些时候 因为我们的知名度 可能会比他高一点 然后再加上 他的年纪又比我小 我现在觉得就是 未婚的女性啊 找那个未来的那口子 请找年纪小的 为什么 因为女人命比较长啊 对 然后男生如果 又比你大很多 万一他比较早离开 你就会 还蛮难受的 就是会有点失落 那时候就认证他好了 我其实 并没有后悔 因为我觉得每个人 都有属于他的幸福 也许他放弃我 或者是说我放弃他 然后我们的人生 会有另外一条路可以走 那我自己的 因为我一直很独立 然后我自己觉得 我做的任何事情 我都要对我自己负责 所以我绝对不会怨 或者是尽量不做后悔的事 那看片了全世界 现在现阶段的你有向往 有一个伴吗 我老实说 其实我在像你们 那么年轻的时候 我还有一段时间 还蛮红的那个时候 就是我们在过年的时候 都可以主持 十三四个小时的节目 大概初一到初三的时候 然后那个时候会觉得 就是生命中充满了 各种的那种 就是你对工作的一种狂热 挑战 每次都很精彩 等到一旦 我们其实开始 会慢慢走下风 因为人生不可能 因为你在高潮的时候 然后你节目会慢慢 没有的时候 然后你会觉得 其实心里头有一些寂寞 然后你会觉得 不会再被需要的那种感觉的时候 你会觉得 如果这个时候有一个人 然后他可以陪陪你 然后他可以了解你 但是我觉得 我的这种情形 很快的那个 就是哀怨就会过了 因为我不是一个容易 就是自怨自爱的人 而且我觉得 我既然做了这个决定 我就要奉行到底 所以我一直到现在 我都 我觉得我把自己 经营的蛮好的 而且我不会 让我自己不工作 所以到现在呢 若潘跟我是同事 我们每天都 都在中方方面 我觉得其实 像秀妍这样 人家就觉得说 人生需要一个伴侣 但是他一个人 很独立很坚强之后 他反而会变成 别人的旅伴 就是旅途当中 很好的同伴 我曾经跟秀妍去旅行 那超好的 他从来不迟到 不早退 什么事情都 为别人着想 你看每天 一直在旅行 我很期待他旅行回来 因为我们的 主持的桌上 都有好多好多 点心小礼物 像我偶尔出去一下 我很懒得带这些东西 而且我都会 事先打预防 给我的团队说 我不会买任何东西 不要有期待 可是他不管去哪里 他永远就是 带这些东西 回来给大家吃 所以我觉得 他已经从独立 渴望被照顾 变成一个 享受自己 照顾别人 谢谢若全 真的